不害 如果说假设没了房子 你是不是让我这儿住 对不对 如果您就去姚老院 您不让我这儿住 而想要他们搬走 却并没有这么简单 您嘴巴说跟我这儿有一个 您允许我有一个地儿住吧 哪边够浓郁去就可以住 这来了 那就强战场来了 把我的东西把 全都给我处理了 这实实求是 我就说 我去哪儿 我就是说 你怎么安置我 对吧 这跟咱说 你拆我 你让我去一下 我选择我的相关 你得达到我的一定 就是要求 我去哪儿 那事情它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说 我原来生活很便利 后来我生活不便利了 我周围有一些人 跟我有些关系 我就直接闯去 那不是这样的 这一根溯源 究竟谁的观点 更为有理有据 您在房子里面 可能会有您的份额 是我婆婆 就当时 那一句是怎么 把我那一句怎么卖掉的 什么你的一句是 我现在一套房给卖掉了 桶子楼收回了 现在我回来 我是不是就在这儿住 对吗 那为什么当时不解决问题 现在来说呀 我们家是这样的 不是不解决 问题是我不好来 有一间屋子住呢 现在住的老公里 这个 您知道您说这话的意思 是什么吗 我是没办法 我就觉得那房子 您说的这个话的意思 就是我既然有地方住了 那那个我就放弃了 没有 您说那您怎么证明 您没有放弃 15年您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对不对 给我憋的吧 我简直是我喘不上气来 而且无论是哪边 实在话 无论是哪边 也没有一边房子是您的呀 你们俩没有自己的房子 你们一直住在别人的房子呀 这场纷争 到底怎样才能平息 我可以说吗 你不可以说 那我就不说 那这样 因为你婆婆特别烦你 所以你就不要在 她的房子的问题上 再做主了 您猜我说什么 你没本事丢你房子 明白吗 这给我的话 你没本事 他们俩就是小人 那钱的只要是一粘钱的东西 那就算你的清楚这呢 我可以给她养老送中 这个绝对没问题 不说这个 好 咱们不提养老送中的事 来 来 听我说 您说吧 您说 毕老师 我听您的 为什么不提你知道吗 你妈不感兴趣 我说你看看 我还有什么 你们全给我扔了 而媳妇说什么 你怎么那么霸道 还占我的房子来了 扔了我的东西 还说我爸 就是很直白地说 多少钱能把你们给轰出去 你让你妈妈卖成了这个房子 她卖完房子了以后 拿多少钱给你们 你们就可以掩齐齐鼓 给她一个轻松的晚年 好 您稍微冷静一下 听我说完 我说不出来他们哪对我好 听我说 我这一辈子都为了他了 您觉得现在目前这个房子是谁的呀 我的 是您的 对 一开始那会儿 从源头上讲 就是我和我老伴的嘛 那为什么您对这个房子 现在这么无奈呀 做不了主啊 这来了 那就强占房来了 在老母亲贵茂分看来 儿子儿媳之所以一直赶不走 就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房子动了心 其实呢 回来以后呢 也跟老子商量 完了以后呢 说可以回来吧 就是93年 是92年 我就忘卖就这两年 说我老伴啊 按他那个不对的级别啊 不够他那个就是那个 级别的这个这个面积 所以又多分了一个统子楼是不是 就给这个片里三号 就补了一个儿子 那个儿后来谁去住了 儿子 就是一个二儿子啊 对 他去住了 他之前是跟一家人在一块住吗 住在那个平房 他结婚就跟我住在平房 住在平房里 第一现场 老母亲告诉在场嘉宾 之前小儿子夫妻 并不跟自己一起生活 他们一直住在老伴单位分的 平安李桶子楼里 你想说国家优惠政策或安置 你现在再有一个优惠的国家的政策 你就享受不了 你不能收工享受 那个房必须存在 没有办法 十一月份就收了 没了 没了 不等于收我们的了 所以呢 他就搬到这儿来了 龟茂芬芬老人告诉记者 老伴成租房被收回后 儿子一家便搬回来居住了 只是这回来之后的局面 有些超乎了他的想象 给我搁完了以后呢 就把我轰到我里头那个小屋去了 您瞧瞧我那小屋 我连走道的地儿都没有 这个都是他们的 您 律师律上来 您瞧瞧我 我这个小地儿 我几次弄了我就走光了 原来这个柜子不在这儿 这个柜在外头 这是他闺女的 我几次 因为我这个腰也不行 腿也不行 完了以后呢 几次我都差点 我端着那个暖壶 有一次端暖壶 有一次端着那个锅 这脚怎么也拐不过来了 差点磕到这上 那您得注意了 我 您瞧瞧 我怎么现在我混到这种程度 完了以后呢 立马就说 比如我 我这地方我这窄吧 你刷房子又 又怎么叫呛嘛 你看我这哪还有地儿 什么这个呢 我说老妈这是咱说好的 您说老白 我没想到你这么多东西 前期采访时 桂茂芬老人告诉记者 自从儿子一家搬进来后 屋子里就没有了自己的空间 甚至有时候让他感觉 这房子已经成了别人的 他们就是把我厨房的东西 儿媳妇就说了 老太太 这个扔了啊 那个扔了啊 你要它有什么用啊 这两口子 你要它有什么用 我刷的房子干嘛呀 您说我们多委屈 这个房子新的这么多年 我十多年了 我回家以后 我跟这盆住 咱以后哪儿不到的 慢慢 这么一间房 我过分了 我没什么 如果说我说我的婆婆 如果说你敞个新闻跟我们聊 对吧 也不聊 也不跟你聊 就是强势 我就要卖房 你还不空中不行 你去到我去吧 你给我分清楚了吧 这个 我就觉得特别奇怪 我说他们目的是什么 让童军夫妇无法理解的是 明明同意自己回来居住的母亲 如今却一反常态 甚至要把房子卖了 我要卖房 这是我们搬回来的第一天 我要卖房 放哪儿说吧 这个我得 我没地儿去 租房我租不起 面对母亲坚持要卖掉家中唯一的住房 夫妻俩有些急切 在家中一时无法对话商量的他们 在这次调解中 能够达成有效的沟通吗 他们俩就是小人 那钱的只要是一沾钱的东西 那就算你的清楚着呢 那可是您卖了房 那不是一大块钱的吗 钱更多呀 是 我卖了房 看我能有多少 请律师就是给我判了我有多少 您要再买一处是吧 我谁都不干 我还要我自己过 这么多年都是我自己过 谁管我呀 与嘉宾的沟通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 如今对于卖房一事 贵茂分老人可以说心意已决 对 那我没办法 我谁也不跟 我也不跟大儿子 因为我们这岁数大了 跟谁都不行过不了一块了 现在你们的关系我听起来是有点水火不容啊 就没法在一块住 这个不是说我们啊 真的我可以说 我母亲 我可以给他养老送中 这个绝对没问题 不说这个 不说这个 咱们不提养老送中的事 来来来听我说啊 您说吧 我告诉你为什么不提 我听您的 为什么不提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妈不感兴趣 明白了 现在就说专家们跟我说说 就我们这个房的事 索性啊咱就把脸卖下来 把这事给摘清楚了 行 行 好的 所以咱不提这些 不说这些很意思的话 明白明白 您就跟我说说 你们现在什么意思吧 这儿媳妇 我那会儿就是说 我那会儿还年轻五十多岁嘛 我就也挺好面子的 我就从我不跟他们打架 你们说不给 就不给 你们说给 就给 我问你们要 你们给我就拿着 你们在家里面 你和你太太 嗯 有没有方案啊 这有方案 这怎么的 我就跟我婆婆说过 来 等一下啊 对对对 你别跟我说 你怎么跟你婆婆说的 好 为什么呢 是因为如果你们俩说 要是说到一块儿了 今天就不来了 对吗 对对 肯定没有任何成功勾通的结果 对对对 所以我才问你们俩 有没有什么方案 说一下我听 如果不是特别 不是特别离谱 我们都可以帮你做 对对 现在我的意思说 当初拆解那房的时候 是我婆婆就当时 那遗迹是怎么 把我那遗迹是怎么卖掉的 我就说这个 开发商我去了 我爱人我们仨去了 什么你的遗迹是 就这个房的事 不是谈到这个了我 对 当初拆迁 就是平房 也是我父亲的宿舍 对 宿舍 军产宿舍 同军夫妻俩告诉记者 他们和母亲共同居住的房屋 是2004年父亲的军产宿舍拆迁所得 他们之所以如今拒不搬出 也和这场拆迁有关 这些有达的证据 我希望这些老师们专家们 给我们看一看 把我们分析分析 既然来了 咱们不是解决问题吧 对吧 那都是我的名下的 我和老伴的名下 您觉得这房子里边 有您的份额是吗 那我属于安置人 起码是不是 现在说安置人 可是当时拆迁的时候 我们都是不给钱的 我们一人15平米的一个优惠 还是我老伴的 那个 那什么 跟大家有什么关系啊 当初开房上我婆婆说了 我户口在那住的时候 是给我们家两套房 一个一基石 一个两基石 是给的我们 是一个一基石 两个指标 两个指标 两个指标的房子 我婆婆就跟我说 让我买一基石 据了解 2004年 父亲名下的军产宿舍拆迁 同军一家三口的户口 都在老房内 属于被安置人 每人可分得15平米的安置面积 而在他们看来 这些本该属于自己的拆迁利益 却不翼而飞了 我就说妈 那你给我一基石 那你不有一间土楼 凑不住呢 我说那也行 那你老人就这么想法嘛 因为老大条件比我们好得多 所以老大呢 我婆婆就想了寄托她 给她买这两基石 所以我就不去说什么了 对吧 那个呢 就是叫我给卖了 你给卖了 对 那一基石呢 因为为什么我给卖了 当时我一分钱都没有 我没钱 我买不了这个房 可是真的 这个房子那天的时候 大哥 买不了 我得装修啊 而媳妇田女士告诉记者 当年的拆迁索德房屋 需要出资购买 因为母亲的购房款出现了问题 便把一局石的安置房给卖掉了 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 你才想起来 我不是这么多年 因为她是妈妈 15年了已经 对 我知道 你说这个我理解 因为那是她妈妈 她妈咱只哆嗦 那是不是可以认为 你已经放弃了你自己的权利啊 过了15年 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 因为这个房子有我 这个房子当时从我 从这个户在这里 房子被拆迁有我的 是不是当时你就认识到了啊 我是当时就觉得 这个房子永远 你回答我的问题 你不能不回答我的问题 您说 您当时意识到没有啊 您当时有没有意识到 您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呀 我知道 我说哪是你的 哪写着呢 是你丈夫的名字吗 一直都是我老伴的名字 怎么就是你的了呢 那为什么当时不解决问题 现在来说呀 我们家是这样的 不是不解决 问题是我不好来 有一间屋子住嘛 现在住的老公里 这个 您知道您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吗 我是为 没办法 我就觉得那房子有我的份 您说的这个话的意思 就是 我既然有地方住了 那那个我就放弃了 没有 我是没放弃 那您怎么证明您没有放弃 15年您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对不对 15年没做任何事 我是没跟他去炒这事情 所以那为什么现在想起来了呀 那现在我没人住 我得回去住 我能安置房去呀 这个法律上细节 我也不太懂 嗯 也别得也别 应该有人家的 没人家的 对 也别这样 应该有人家的 那 你不是说这个拆迁有他的 安住人没有 对呀 那是因为那时候你有房住 对 所以你放弃了那边 不是吗 我就 我就觉得当初老 那您要为您自己的放弃得负责任呀 我不 无论是哪边 实在话哈 无论是哪边 也没有一边房子是您的呀 你们俩没有自己的房子 你们一直住的别人的房子呀 我跟您说呀 为什么我说放弃了 是因为到目前为止 04年 你们这拆迁是04年 到现在15年 您没有做什么 对吗 如果您说 我一直都在跟他要 我在不断地跟他打官司 没有 您没有办法证明 您曾经 为了您的权利做过任何的努力 对吗 直到平安里那房子被 被收回去了 然后呢 回来了 那事情 它不是这个样子呀 不是说我 我原来也是生活很便利 后来我生活不便利了 我周围有一些人 跟我有些关系 我就直接闯去 那不是这样的呀 我和我现在让这么难呢 丢了一居室 卖了一居室 丢了桶子楼 我现在回来住 人还是这么强烈跟我打 你说我冤 我跟谁说的呀 面对如今无房可住的境地 夫妻俩都有些委屈 并表示 这一切母亲贵茂分是要负责的 你要说从这个赡养的老人这个 他没赡养我老伴 他就不能分我老伴那一块 这是我的意见 他没赡养 我再问一遍啊 我知道 我们等下去开会 你们呢就慢慢的 你和你太太慢慢商量 就是很直白的说多少钱 能把你们给轰出去 你让你妈妈 卖成了这个房 我可以 她卖完房子了以后 拿多少钱给你们 你们就可以眼心吸鼓 给她一个轻松的晚年 我可以说吗 你不可以说 那我就不说 因为你婆婆特别烦你 所以你就不要在她的房子的问题上 再做主 一会儿你们就下去商量这件事 什么都别说 你现在什么都别说 随后 调解嘉宾来到第三现场 开会商讨下一步的解决方案 放弃了一些评警术啊老太太 对啊 她的一居室都放弃了 所以她的权力灭失了呀 但是 你要说那个 她只是 你看她安置四个人 都安置到两居室里了 没有 有 有 她那个 那两居室里边写了四个人 对对对对 那那个一居室 一居室她就写了一个放弃一居室那个嘛 就是那个一居室 然后写了那个 常住人口一人 然后19平米 实际上是把她的儿媳 那个一居室给 一个平米书给放到一居室里了 所以安置人她没有她儿媳 第三现场 调解嘉宾在看过拆迁协议之后认为 儿媳妇田贵琴的份额并不在两居室内 而在卖掉的一居室中 但童军及妻女儿的份额在两居室中 同时这套两居室因童家老父亲的去世 也发生了遗产继承 我相信你们非常清楚 你们问过 算过多少次账 来吧 快点 我要一个 我就说那个 买一个一居室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要买一居室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早应该买来的 你干什么不买啊一会儿 具体钱数真不好 你把钱数说出来 我觉得靠谱 我就给你做工作 多少钱 多少钱啊 你说550万 房子能卖多少钱啊 720万 你拿那么多 你说你是怎么算的账啊 550万 你做梦你都别想的 面对着两人的诉求 调解嘉宾还在做着不懈的努力 老母亲贵茂芬 能如愿让儿子儿媳妇搬出自己的房子 并且成功卖掉房子吗 他们家呢 可供分配的房子 是一个60平米的房子 首先呢 我们把它简化 因为老父亲去世了 因为您老伴去世了 您家呢 拿我们俩公领买的 我知道 当然是啊 肯定是的 那60平米的房呢 发生继承了已经 很简单 就是60平米正好呢 是要把它分成六份 妈妈呢可以拿六分之四 两个孩子呢 各占六分之一 这样的话 如果要摊算到你们家的平米数呢 其实就是两个儿子 各拿走十平米 老二和老大呢 各拿走十平米 这样妈妈剩下了40平米 然后接下来要解决的 就是妈妈如果要处置这个房子呢 接下来要解决的呢 就是按照那个拆迁协议里面 有一个被安置人口啊 您的那个老二和那个孙女 在那里面是被安置人口 于是剩下的就是我要跟老二 以及他的配偶 讨价还价 我说到什么份上 大家听我说啊 我都没有征得您的同意哈 我给了他们很高的价钱 我跟他们说 他们可以拿走十五平米 以及那个零碎就是那个 因为房子是62多 将近63吧 那就是说他们可以拿走 18平米的样子 然后剩下 就给妈妈剩下了一个25平米 就这样也不能说 可见为何比这还要反 那我觉得我就 我没有办法再 从老太太那再拿出来 我觉得再拿出来 那就 我自己内心拿了 我知道 那那40平 那如果说 那40平我们能拿25平或30平 那是不可能的 你怎么可能比她多呢 她是被拆迁人 你怎么能比她多呢 律师 你们家房子现在还有40平 42平 42平 我们拿20平 老爷拿22平 行吗 对了 不可能 她拿22平 拿20平拿不走 15呢 加202.45 这是我能接受的极限 那不闹了 她也不太买不买 好不好 气死我了 您稍微冷静一下 听我说完 我不说不出来 他们哪儿对我 听我说完 阿姨我跟你说啊 接下来这个事情就好办了 因为我们这儿呢 还是尽量 我没别人 我没亲戚朋友 我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一会儿我感谢你们 有了你们这平台 才能够给我做主 我相信法律 相信你们律师 或许是日子太久 沉淀的不满太多 又或许是期许的利益太重 不甘心放弃 虽然调解嘉宾尽力斡旋 但今天的调解 一直到最后 也没能达成一致 对于母亲对我们的信任 我们感到十分欣慰 在此 我们也衷心的希望 在往后的日子里 贵茂分老人和他的家人 能够慢慢走出 利益和亲情的阴霾 再一次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 北京家里律师事务所 独家赞助的板块 家里律师在线 北京家里律师事务所 专注婚姻家事法律服务 为您答疑解惑 大家好 这里是家里律师在线 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 江春梅 在本期节目中 儿媳说2004年拆迁时 自己城市被安置人 具有安置面积 但是母亲因为没有钱支付购房款 出售了依居室 导致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 那么现在 是否还有权利起诉呢 是否过了诉讼时效呢 一般的诉讼时效是多长时间呢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 诉讼时效为两年 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 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超过两年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但是从2017年民法总则颁布后 一般的诉讼时效 由之前的两年 改为现在的三年 本期节目中 儿媳认为自己的安置权益被侵害 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 当时的诉讼时效是两年 而这两年是从权利人知道 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所以儿媳现在主张自己的安置权益 从法律上讲是有涉及过了诉讼时效的风险的 因此家里律师在这里提醒您 一般诉讼时效和特别诉讼时效 是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的 而最长的时效则是从权利人的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如继承法第八条规定 继承权纠纷起诉诉讼的时效为两年 自继承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知起计算 但是从继承开始知起超过二十年到不得提起诉讼 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 这里规定的诉讼时效只是指继承人的继承权利被侵害 才会涉及到继承诉讼时效的问题 如果只是遗产没有分割 是不受上诉规定的诉讼时效的限制的 我国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是指债权 一般是权利被侵害时产生的债权 而继承财产分割的继承权不属于债权 属于共有权利分割的问题 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尤其是房产侵害